没想到第一期浪姐3 除了最能让人陷入回忆上的王心灵 表现最亮眼的居然是谢娜 在这一季的浪姐中 谢娜一改往日哈哈大笑 闹腾的主持风格 该正经的时候 立刻自证相远的认真保姆 主持人稳重之余 每次还能幽默地玩耿 与嘉宾互动 炒热现场的气氛 这样的转变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还有网友表示 这个主持选得太好了 除了她 暂时还想不到 有谁能hold住这30多位姐姐了 每一季的浪姐 也都有湖南主持人的参与 第一季是吴欣和沈梦辰 第二季是刘烨 这一季是当之无愧的芒果一姐谢娜 离开快本的吴欣 一改节目中笨手笨脚的样子 变得会唱会跳 而离开快本的谢娜 也不再是以前疯疯癫癫的样子 自从快本停播后 何久吴欣的工作没有停滞 而是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的上 反观谢娜 韦佳 海涛三人 李韦佳直接销声秘迹 海涛除了靠于沈梦辰的领证亮相外 几乎也是销声秘迹 而谢娜卡在了他们中间 湖南卫视和东方卫视的春晚 谢娜与张杰出现在了东方卫视 因此当时有不少网传 谢娜要加盟番茄 反观湖南卫视的招商会 何久汪涵等一系列主持亮相 而何久身边的人 从谢娜换成了沈梦辰 很多人都以为谢娜成了弃子 没想到这波娜姐憋了一个大的 浪姐三官宣谢娜称主持时 不少人不看好她 觉得她扎扎乎乎的性格 撑不起节目 没想到节目一播出 离开了何久的谢娜变得稳重 主持也能收放自如 她与宁静娜英的互Q 也成了节目的一大亮点 这巨大的进步 也让她迎来了一众好评 口碑也出现了逆袭之势 不少人感慨 这才是当之无愧的芒果一节 谢娜这是要靠浪姐转型了 不得不说 谢娜这次真的算是快本主持中 最大的赢家了 张杰也现身为她宣传杭州 等张杰工作结束 当时两人绕着西湖走了一圈 谢娜鼓起勇气大胆表白 然而她的主动并未得到张杰的回应 第二天 谢娜即将离开杭州 这时张杰又将她约在一个餐厅 她点了两杯红酒 正经地跟谢娜说可以失一下 就此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他们2007年相恋 2011年结婚 起初女强男弱 外界的舆论压力很大 而谢娜不留余力地帮张杰的未来铺路 找资源 哪关系 对此张杰非常感激 于圈模仿夫妻的典范 没想到两家的维粉还是那么的针锋相对 甚至有不少人在怀念谢娜和刘烨的一男平 2004年 刘烨为谢娜送上9999朵玫瑰 拼成一个巨大的心形 上面写着娜娜加盐带 刘烨选择在金马奖上公开示爱谢娜 讲时刘烨不相信自己会获奖 就想着不去了 但谢娜跟她说 你去一定会获奖的 当时谢娜开玩笑 获奖感受 你就说感谢PP 本来只是一句玩笑话 毕竟这时候是刘烨事业的关键期 还不适宜公开恋情 没想到刘烨默默记载了心里 事实证明谢娜没错 刘烨凭借这部电影 斩获了第38届金马奖最佳男主 在金马奖上 刘烨公开感谢自己的女朋友谢娜 刘烨还曾说 只要谢娜今天说结婚 我明天就娶她 两人有过最浪漫的时光 但随着刘烨的爆火 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次 谢娜特地买了一大束花 去给刘烨接机 但下了飞机的刘烨 被媒体粉丝包围 她只能远远地看着 有次她想去香港见刘烨一面 凌晨买了机票 结果签证是团体签证 她只好先坐动车取深圳 到了深圳临时办理了签证 好不容易挤到通道过关时 手机却没电了 她到小麦铺门口寻求帮助 却被老板斥责不能充电 凌晨出门 下午三点却还被困在路上 那一刻 谢娜崩溃地蹲在路边哭了起来 一生要强的谢娜 也开始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 两人越来越忙 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2006年 他们结束了相恋六年的感情 谢娜说 我也想很爱一个人 但是可能还没学会或者不懂 后来两人各自遇到了 对的那个人 结婚生子 有了自己的幸福 或许这就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吧